小港区凤林国小25号欢庆百年校庆 市长陈菊到场祝贺 他表示凤林国小从百年前的大林浦公学校 成为小港沿海地区的教育摇篮 走过一个世纪 他感谢校友回馈母校 也期待任其最后一年 在千村方案上能够还给大林浦乡亲一个公道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凤林国小校旗进入百年校庆会场 市长陈菊特别到场祝贺 他表示凤林国小是小港沿海地区的教育摇篮 不但是全高雄地区第一所办理营养午餐的学校 附近的国小还都是由凤林国小分校而成立的 可以说是我们小港沿海地区的教育最重要的摇篮 像今天的鸿蒙港国小 凤林国小 都是由我们的凤林国小分校到最后才独立设校 教育是百年大事 在历任校长和师生的心情耕耘 凤林国小培育出许多社会精英 市长陈菊特别感谢出钱出力的校友林华章董事长 回馈母校捐助一千万元 成立美丽华学习基金 扶助弱势学童善尽社会责任 成立美丽华学习基金 扶助我们凤林国小比较弱势 必要需要帮忙的同学和家庭 我想我们对林董事长善尽整个社会的责任 对母校这样的一个情感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 而有关大林埔地区千村议题 陈菊表示 市府已经成立千村办公室 将尊重乡亲意见 结合名义代表向中央争取权益 他期待能在任期最后一年 在千村方案和经费方面有所定案 还给大林埔乡亲一个公道 在少子化减班影响之下 凤林国小鼓励孩子多元学习 自我实现 在校庆会场上展现学习成果 让百年校庆活动热闹非凡 并朝下下一个百年迈进 港督新闻林亭杨磊采访报道 港督新闻林亭杨磊采访报道